3月27日黄子脚和丫头一起接帮节目大老板联盟第二季 如今黄子脚和丫头都分别结婚 被问到生孩子话题 丫头则是先否认 要大家尽量检查 怎么检查 现在确定不会怀孕 认为现在世界太乱 现在生小孩不一定对小孩是好的 黄子脚方面则比较是淡定 有个人暗示 先别急生牛宝宝 因为不会有好消息 现在就放轻松 生一个胡宝宝比较有机会 我基本上 目前比较淡定 因为根据老天的安排 应该会是明年才会有了 因为有高人暗示过 所以一点都不急 就别急着生那个牛宝宝 因为不会有好消息 所以最好是明年 据悉大老板联盟上一季则有Lulu主持 对此黄子脚则表示 和Lulu间的工作本来就来来去去 一下子我一下子她 也透露两人家今年也有机会会合体工作 丫头则是大局开放海外总大力加盟 紧接着也会继续发展电商副业 黄子脚也有意朝这方面投资 台北报道